大家好 關於利用服品 透過日曬換取草木灰的概念 經過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觀察 獲得了一些意外收穫 也有了新的不同想法 本片也會盡可能的 對一些自然農法的做法 因地質疑的 針對是否需要除草 或是慢煙與否 提出看法與調整方式 而這百日曬是見證大評效應的參考作物 所以後續還會不斷的出現在影片中 本來是想做個假日輕鬆版的影片 不過越輕鬆做起來更累的感覺 很像當初要證明1加1等於2這件事情 越簡單就越困難 在沒有儀器可用來測量的情況下 個人也只能藉由作物的反應 來當作相關性的推理 但並沒有說 這彼此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係 目前看到的是10月1日 此時浮平已經擺放了一個星期後的開發現況 10月16日在經過15天之後 鋪設在金桔檸檬旁的土壤上 出現了明顯的大量飲份 而地上的這些大瓶則是在平日澆水時順勢撈上來的 所以腐化的程度現在看起來會有些不同 至於為何這飲份的顆粒比一般專門販售的飲份大了不少呢 原因等後段影片會進行說明與驗證 而鋪設在金針花旁的大瓶效果呢 不知是否錯覺 華語可能跟淡肥的效率 讓它的葉片變得有點粗厚 幸好這不是在使用葉片 不然就反而得思考如何進行調整散後了 10月19日這大瓶在打斷劍節後呢 彼此間不再拉扯 生長與可生長的空間變大後呢 繁殖與長大的速度就更快了 而扛起日後驅動整個園區運轉的中央區 基礎建設已經完成了 至於該如何接牌呢 還在賞腦筋喔 而這兩顆百日草的花越開越兇了 此時花開的效果呢 雖然跟大瓶有關係啊 但是到底是大瓶的效果 還是觸動了蚯蚓 才產生的漸漸效果呢 暫時就無解 或許有人覺得 只要有好的結果就可以了 但這其實問題很大 因為當初大瓶的目的呢 是要做日曬炒木灰的 而這要拿來提高甲肥使用的 但飲分肥的話呢 就變成蛋鈴甲的綜合肥了 這樣的問題其實有點大 大瓶的角色呢 被轉換成到很接近催化劑了 變成是在加速飲分的自然產生的效果上面 在沒有測量儀器之前呢 暫時也只能說 大瓶對作物生長有相關性的幫助 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啊 先休息一下 再來看如何呢 加速收解隱分 接下來呢是療癒時間 至少忙完一陣之後呢 算是另類的休息 不過呢這也是默契到考驗 需要點觀察力呢 與超級想像力啊 才會猜到呢 種什麼因結什麼果 然後啊自己不敢過來呢 還想要Golfi過來玩 不過呢 都被逼到牆角了 還敢回頭喝水啊 這是對於自己有能力逃脫的高度自信呢 或是完全藐視個人的行動力啊 至於Golfi的反應呢 是想要一起玩樂呢 或是趁機修理拿瓦呢 就憑人想像啊 就憑個人想像吧 Jom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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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蒐集飲份之前,先用大瓶將花盆下的排水洞口塞住 反正能派上用場的,就盡量充分利用 畢竟這樣使用應該也沒有任何違和感 由於中央區,目前思考的用途有很多種選擇 但選擇越多也越是困擾 因此位處中央大部分的位置,反而長時間懸而未決 但也因為這樣,在沒有遮陽作物而處於完全日照的條件下 大瓶覆蓋在土壤上,反而成了最佳遮陽保濕位置 加上一旁有環繞水池環繞子 蚯蚓大概也只能在這孤島上求生存 這是個人後來反覆推想 為何這瓶份可以有三四公分的厚度 就集中在大瓶下的一個其中原因 也因為事先沒有預期 可以輕鬆就收集到一個如此多的量 對於用途也只能日後慢慢嘗試用於播種或施肥上面 接著來看一下,早先將大瓶鋪設在板結硬化的土壤上 產生了什麼變化 40天的期間並沒有再做任何處置 也因為此區域還沒有進行慢煙澆水 所以雜草的數量並不多 但有鋪設大瓶的位置上,草更是稀少 而且在有鋪設的位置上 土壤仍可透過毛細現象 吸附地底下的水來保濕 而這樣的鋪設後 仍可發現不少的緣份 在秋雲的翻動下 這區域的土壤從輕鬆的把它炒過程 就可以感覺到土壤已經變鬆軟了 轉場時間,本片比較長 等一下來說明一下個人是如何進行慢煙的方式 這是當初設置用來堆放拔草的帶土雜草 可明顯提高拔草的效率 在經過層層堆疊後 上方的草也一層一層浮 下方挖出凹草的位置 也已經被隱分給淹沒了 現在要來挖慢煙引道 過程麻煩請自行觀看 現在想挪點時間來澄清一點觀念 有人曾經推斷說 平時地面上看到顆粒較大的不是飲分 聽到這種說法 你是否也會以事前的認知產生很大的衝突 而推翻的理由只是單用 平日所見的顆粒比市售買的飲分大很多 就直接推翻了這些團粒 不是飲分的過程 個人還從國中自然科學的書籍中 確認這是飲分無誤 至於市售飲分顆粒較小 乃是基於效率 選用的蚯蚓是食量大 繁殖塊 但是身體卻比較細小的蚯蚓 而田間天然存在的蚯蚓 個頭會比較粗大 之前也曾經挖到25到30公分長的蚯蚓 從身軀比較大的蚯蚓產生的飲分 自然就會比較大 大蚯蚓若還都是慢慢拉出很細小的隱分 應該早就團滅了 依據天責論演化的過程 在圖表上拉過久 肯定是會遇到很大的天敵與危機 不然蚯蚓就不會只在晚上才出來活動 當然年幼的蚯蚓 隱分也會比較小 但顆粒較小也會在顆粒大的縫隙下方 試想石頭跟泥沙經過日曬雨淋 是不是後來只看到石頭屹立在上方 用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是不是就合理多了 眼見為品很重要 但是很多時候 事實卻很容易被視角給蒙蔽了 光用眼睛看 誰會知道地球是圓的 就連每塊稻田的高度 地表也是越來越低 依據水往低處流 沒有這樣設計的話 要進行灌溉就會非常不方便 有些自然農法學派是認為 種植時不應該進行除草與蔓菸 但這還是得因地制宜的進行調整 若你臨時長觀看一些自然農法的影片 其實大部分的環境都有與世隔絕的味道 既然不慢煙的理由 只是怕過高的水位會傷到微生物或抑菌 為了省事 個人還是決定採用改進式的慢煙方式 除水口處與慢煙走到高度 可以慢慢調整 讓水慢煙的程度就只有2到3公分 再讓吸地慢慢的從地底去吸水即可 但是如果前端很難控制高度的話 則可在後端染水處 再多堆一個2到3公分的土壤染水 多的水就讓它慢煙流掉 而這樣也可以用來製造活水的效果 而就算你是忠實的觀眾朋友 個人也是建議你要隨自己的種植環境進行調整 總不能你也跟著挖了一個水池 還買了紅吸管 但卻沒有灌溉水流經過 這樣天才的事情 就不是煩人我可以幫得上忙了 接下來來聊一下自然農法不建議除草的這件事 除非你的環境是一個獨立的區域 不然就是很不容易長草 才很適合不除草 畢竟雖然不喜歡一旁的環境使用農藥或除草劑 但無法干涉別人如何種植 但你的種植區域如果雜草重生 草死往對方的種植區跑 對方也是不喜歡 甚至會在臨界的區域狂噴藥 這是要互相體諒的地方 所以臨界的區域至少要把它清乾淨 眼前看到的這是當初鋪設雜草抑制席 衍生而來的堆草草 會設置堆草草的目的 除了可以方便除草後的檢疫善後外 這經過層層堆疊的草 也只會生長在圍起來的小土牆上 對於這些草如果很介意 是可以在小土牆上方再覆蓋個抑制席 但如果種植環境很容易長草 草的管理與利用就非常重要 把這些草拔除後 繼續往內堆放的主要目的 並不是堆肥 而是想把這些有機雜草 拿來給蚯蚓使用 飼養蚯蚓這件事 個人是採用盡量自然不去干涉放任的方式 頂多飲水入這個堆草草 甚至是想把它轉化成隱分草 從內部的底下已經看到非常多的隱分 而這些隱分的日後用途 個人還在努力研究 畢竟自然農法的效應 每塊種植西地上已經可以自然隱分了 有跟著做堆草草的觀眾朋友 其實也想知道你的草內是否怎樣 也有隱分效應了 11月6日 大平在經過45天的擺放後 期間完全不加以干涉 可發現一旁的環境 又是雜草一堆 已經到了可以忍耐的極限了 這要開始長草籽了 但經過大平覆蓋的位置上 土壤的隔離效果非常好 相對上雜草非常少之外 土壤變得疏鬆 也開始出現大量的隱分 因為本片想傳達一些種植上的想法 所以片長會比較長 接下來這段影片 也算是跟雜草快速生長的原因有關 國富一跑出去玩 老是黏了一堆草籽回來外 一回來又就又跳到水裡下去泡水 然後又開始狂甩掉水跟草籽 整個過程像不像 就像在種草 殺種前還對草籽泡水 接著甩乾的動作 就像是在播種跟澆水 後面這兩隻狗一起沖下田 則算是個人製作孽的結果 因此就算是物財或是亂財到菜 個人是選擇寬容的方式來原諒自己 接下來這更是配合環境調整 個人雖然使用自然農法 但卻是必須除草的最重要原因 從水蔓淹才流動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把草清掉這麼多的原因 一個就是水流控制到流速很慢 但另外一個就是草很好拔 目前水流的引道 算是整個種植區的最低挖處 而下方的田 算是唯一的接觸面 一直都是種植水道 所以水就可以直接排到下方的田 這也是必須除草 而且可以執行不斷進水與放水 製造活水的關鍵 既然知道大餅覆蓋後 可以增加隱分聚集 當然前提是你要地下有秋雲 又可以隔絕土壤的日照 避免漲草 此處就暫時整理起來先養地 再來思考可以種些什麼作物 因為已經可以使用慢煙的方式 那就可以更為輕鬆了 最後在洪溪進水處找到了水怪 果然水裡有大型生物 如果把水池想成是泥濕湖的縮小板 那這隻泥丘大概就比傳說中的泥濕湖水怪大多了 猜測原因可能是年幼史從水管溜進來的 只可惜已經死掉了才發現 生活在水裡抓起來土葬也很奇怪 那就讓它留在自己長大的地方 謝謝收看 較為神是從可樂的瓶 Cer ah 不用說快 之後又沒有發現